在歐洲懂得吃的, 當然是去餐廳 因為裡面通常會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而且他們會嚴選一些精選的餐廳 才可以放在餐廳裡 裡面今天有很棒的家庭吃, 看看 很棒, 進了餐廳 當然要學習他怎樣做 姓德田的名小食 他們叫做Rappi 你又如何? 你又如何? Rappi 這是法文 但是我們很難做到他們的卷舌 所以我將它英文化成Rappi 其實類似薯餅的東西 我們有超級英俊的廚師 教我們怎樣做 你現在開始吧 因為這個小食主要是用薯仔、雞蛋和麵粉 非常簡單 而且這裡每個人都很喜歡吃 來到食物餐廳這裡吃就最棒了 因為就是最地道 歐洲的國家近盤每一個城市都會有特色的食物餐廳 有些玩地方夠大 有些玩懷舊 有些玩潮 有些玩新鮮地道 而這間已經有152年歷史的食物餐廳 經過翻新之後就越來越受歡迎了 主要都是買一些非常地道和傳統的美食 有些菜式在餐廳也未必找到 但是這裡就由家庭式經營的小檔 才會找到 我已經做好了, 這個時間當然要偷吃 謝謝 其實它有點像薯仔蛋餅一樣 我覺得不用想了, 一定會好吃 你在家裡做也會好吃, 嘗嘗 你看看 他說每家每一戶都會有一個祖母餐廳 也會有自己的秘製方法 他們這隻薯仔餅 都要蘸一個娛樂醬的東西 對, 娛樂醬裡面有不同的香草 讓我嘗嘗一下, 是否會更好吃 這個是啤酒 所以他就說平日在餐廳 不會經常見到這個餐廳 因為這些是家裡煮的菜 所以叫做家人的食材 但有時候某些餐廳都會有餐廳 這個餐廳也是一樣的 如果你來到的話 就要找一下當天的老闆 有沒有這個感覺 做一個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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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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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 有就沒有就沒有了 通常都有的 尤其是我找這麼多旅客實煮 這些地道菜, 吃了, 好吃 先點點點 很棒, 剛才我偷吃了一半 現在正宗的吃法是怎樣呢 有娛樂醬 加上… 腸仔 這是豬肉腸 通常就是這樣吃的 好, 放豬肉腸 然後就是你自己想要的醬 好香, 整塊東西很香 加上這個腸仔的感覺 真的有風味了很多 就這樣吃就像家裡 平時媽媽做薯仔蛋餅 但加上腸仔, 馬上發覺了很多 這個食物店的甜品一定要吃的 不僅是好吃的 而且它是完全是… 所有材料都是來自Saint-Chen 但我最喜歡它的方法 就是它是怎樣賣這個蛋糕 是每cm這樣賣的 而價錢也不是貴 例如這些這麼漂亮的蛋糕 這些每cm都是一歐 這個簡單點, 沒那麼多水果 每cm是8毫子歐 它跟我說這個很受歡迎 今天賣得很好, 我想試試這個 不好意思 你覺得我可以買這個嗎? 所以, 可能是3cm?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我有4cm 我在挑戰它 原來最少是4cm 因為它切是很難切的 所以4cm就比較容易 這個剛才跟我說是最有名的 上面有些奶油 都是奶油, 都是奶油 不同味道的奶油 對, 還有一些蛋糕 這個很好吃 這個很棒 它的奶油是有不同的味道 其實現在配上一杯咖啡是最棒的 但我今早喝了很大杯, 所以不喝 所以我就這樣吃完這個就算了 好吃 好吃嗎? 奧運前後做什麼? 我當然要給大家一些攻略 在這裡, 如果你想喝紅酒白酒 不用去香膠地方的酒莊喝 因為這裡有一間 一間Urban Winery 意思就是在這個城市裡有一間酒莊 法國真的不是很多間 因為法國的酒莊通常都在郊島 所以這一間吸引到很多人 很多人來試酒 到了, 工廠區 喜歡喝葡萄酒的人 可能都會夢想有個屬於自己的酒莊 讓自己喜歡味道的葡萄酒 不過要種這麼大塊田 又要擔心天氣影響品質 還要養這麼多工人去打理 真是不容易 但是近年就非常流行 這些城市釀酒廠 他們只要有足夠的位置 放釀酒的酒桶和工具 葡萄還可以根據自己喜歡的味道 去到不同的地方買回來 沒有這麼多種植的限制之餘 又可以嘗到更多不同的味道 還可以方便客人在市區 已經品嘗到不同地方的葡萄酒 真的不錯 好, 我們現在可以嘗嘗他們的Rosa 其實在這個Urban Winery裡面 你可以選擇一種你自己喜歡的味道 當然在他們有的情況之下 他選了這個Rosa 味道會比較清新一點 而且是來自法國的南部 他說他如何選擇一些Vinyard 做他們的紅白酒 他主要會選擇同一個Vinyard 或者同一塊地 裡面可能有幾款不同的提子 沒有問題的, 但一定要同一塊地 不可以說是一個南部, 一個北部, 一個西部 不會的, 一定是同一塊地的提子 他們就會拿了提子回來 再在這裡發酵, 去燒焦 而這支Rosa有三款不同的提子 他說味道會比較清新 我們現在就嘗嘗了, 乾杯 很清新, 很容易入口 我自己覺得這杯酒 會很搭配一個餐前 例如你吃芝士 總之吃一些很淡的東西 就會很搭配這款酒 而且我最喜歡的是什麼呢? 因為我很喜歡這杯酒的關係 所以我已經做了超心魔了 是不是很棒呢? 好, 我們繼續試酒 謝謝 謝謝 好, 到我 到我最喜歡的環節 就是設計 我絕對不是一個很擅長設計的人 但不要緊的 例如你真的很想要自己的標誌 不是這樣 其實他們還有設計的服務 而且很划算 我問他多少錢? 他說100歐 100歐已經可以給他你的想法 然後設計一個很漂亮 你屬於自己的標誌 例如我剛才跟他說 我想要關於奧運的, 可以嗎? 他說可以, 我幫你設奧運標誌 他說對他們來說很簡單 這是一個小小的博物館 或者是一個展示器 告訴你這間巧克力店的歷史 始終這間巧克力店的歷史 非常悠久 正常有些學習 教大家做一些巧克力 或是讓你做一些 自製的巧克力帶回家 太多巧克力了, 令我花多眼亂 但我覺得我最喜歡的就是這一款 你看, 它做得像一幢書 是否不說呢? 你也不會覺得它是巧克力 就像一系列不同的書 像我女兒, 有很多這些 一系列不同的其數的書 它有很多巧克力 它有不同的味道 所以如果你想試完它 最有名的巧克力味道 也可以在這裡看到 當然還有單購買的 不需要一陣子買 也可以的, 也可以試 過來試一下 這裡還有很多巧克力給你試吃 它經常會整碟放在這裡 你喜歡就可以選擇來吃 如果你喜歡的, 你就可以在這裡搭搭 在這裡配搭你想要的巧克力 然後放進盒子裡, 試一顆 不過你問我呢, 我最喜歡的 就是吃那些就這樣, 裡面沒有餡料 但這個有餡料也不算很甜 這個呢, 我們改了復活節 它真的用一個蛋殼裡面 再放巧克力, 然後整塊拿出來買 這個真的是真正的復活蛋 這個挺有創意的 這一盤是先人獎朱古力 你看看, 它做得真的挺真實的 整塊你都可以拿來吃 但我真的不捨得吃, 這麼漂亮 你看看 簡單得來是漂亮, 又可以送給人 挺好 其實這裡也有一個小咖啡 如果大家想坐下來輕生一下 可能看完長球, 或者看球之前 其實這裡也有一個挺輕鬆的地方 熱朱古力, 很好喝的 但我沒有喝, 因為我喝醋的咖啡 但是導遊跟我說這裡的熱朱古力 是很正正的 我們到了巴黎地十二區 今屆奧運的籃球 體操和彈床比賽的場館 說這個場館之前, 首先要說一下它的名字 1984年落成, 40年來 改過幾次名字 你會看到, 叫Bersi Arena 因為它是位於Bersi區 但是在2015年 翻新了之後, 它跟著Title Sponsor 叫做Arco Arena 所以你在網上, 或者地圖 找這個Arena的時候 有機會找到兩個名字 但都是在同一個地方 但無論叫什麼名字 這裡也是巴黎很有標誌性的 體育琴文化的建築 有誰在這裡開演唱會 大家熟悉的有張學友 周杰倫, 林俊傑 Belkpink等等都在這裡開演唱會 這裡絕對是世界上所有籃球迷 夢寐以求上來的奧運場館 因為到時就會進行五人籃球的淘汰賽 男子組方面, 一定是美國的Dream Team 就是這個焦點所在 只是Curry、LeBron和KD 已經有金生母來世了 但是法國的Wamby 可不可以主場做蘭老虎 Luka又可不可以一打十呢 到時一場場硬仗 將會在這裡上演了 今天如果你要來 во荊物 請讓她解決 我們在這裡開演唱會 你怎麼會找到 你們無知? 我來電吧